2012水利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歌唱大赛 加拿大赛区的冠亚军出炉了 两位年仅18 16岁的年轻选手 将会代表加拿大 角株7月底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 她走的是青春搞笑路线 偶像是肖敬腾 而她则是以深情超龄演绎胜出 今年水利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歌唱大赛 加拿大赛区18岁的冠军黄真奇 16岁的亚军赵生泽 可说是颇具特色 还没有想好一定要拿什么成绩 因为这对自己压力有点太大 就是想说能多交一点朋友吧 对自己的要求有 一就是可以去把握好这些机会 享受这个舞台 二呢不要给温哥华丢脸 去年首届水利方杯加国选手 拿下了铜牌的好成绩 谈到今年的目标 主办人李奇表示 希望可以更上层楼 今年差不多是25个国家地区选手 差不多50名选手集中在北京 相信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总决赛7月20号到8月8号 在北京举行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 10名优胜者将会进入最后决赛 好 那么再次呢 也预祝我们加拿大的歌手 可以在北京的总决赛上 取得好成绩